看到这幅画,你是不是以为这是AI生成的绘画? 一个中国人,留着八字胡,穿着洋装,戴着卷毛假发,看上去不伦不类的。 如果我说这是三百年前的中国画真迹,你敢相信吗? 可能会有人说了,从洋没外,哎,别着急批斗,咱先看画。 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,他的外套上可是绣着龙的。 没错,他是一位皇帝,清朝第五位皇帝,爱心觉罗应珍,也就是雍正皇帝。 这时候雍正可能要唱起来了。 洋装虽然穿在身,我心依然是中国心。 他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,接班时已经45岁了,在位短短13年期间充满着争议和谜团。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他绝对是史上第一位自拍达人。 Cospeller爱好者,如果去参加漫展,那他必须是漫展上最亮的仔。 说他是自拍达人,咱可不是瞎说,有画为证。 他一生留下的画像至少有一百多幅。 从这些画可以看出来,雍正皇帝的人生经历那可是相当丰富的。 他可是抽过丝,拨过剪,踩过丧,筛过坑,耕过地,插过秧,浇过水,撒过粪,提过秤,还拜过神。 这些都是他打扮成农民的画像。 当然了,其实这就是摆拍。 他出生帝王家,后来又继承地位,自然是不可能去做过农民的。 那他为什么会摆拍这么多农民画像呢? 这其实就是系列画册雍正庚之图。 康熙皇帝在位时,就曾经制作过庚之图。 雍正继位前也效仿康熙,请人仿制了庚之图。 不同的是,画里的农妇农妇都替换成了雍正自己和他的妃子乌拉纳拉氏。 画庚之图,搬行天下,劝农教农。 以表示他和康熙皇帝一样,重视农业和仿制业。 自比农妇农妇,是做出姿态给康熙皇帝看的, 以便在和众兄弟的皇位争夺中凸显优势。 事实也证明雍正表演的相当成功。 如果说庚之图是他为了追求最高权力的摆拍, 那么接下来的话绝对就是出自于他真性情的cosplay。 因为这些画像都是他当了皇帝以后画的, 角色扮演,风格各异,又是降龙又是腐虎的。 刚看到这幅画,我还以为画的是武松打虎呢, 可仔细一看,不对劲啊,这武松怎么手持钢叉, 戴着西洋假发,穿着洋装,还扎着紧身裤腿, 看上去怎么还有点小心感呢? 看来雍正皇帝心中啊,是藏着一个侠客英雄梦的。 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假发的来历。 假发最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就有了, 因为埃及天气炎热,而古人也没有现代人那么讲究卫生, 不会经常洗头,戴假发就比较容易打理。 后来假发传到了欧洲,当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人认为, 秃顶是一种罪,是受到了上天的惩罚。 当时秃顶的人连工作都找不到, 甚至连秃顶的奴隶都只能卖到一半的价格。 这样一来啊,当假发出现的时候, 秃顶的人就会戴上假发来掩盖自己的罪行。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, 戴假发的风气才慢慢停滞。 直到十六世纪,也就是明朝晚期, 戴假发才又开始重新流行起来。 这时候人们对秃顶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, 不再有那么重的偏见了。 后来,二十九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开始脱发, 便找工匠做了一副假发戴上,掩人耳目。 再后来啊,二十三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也开始脱发, 同样用假发来掩饰。 我们都知道啊,基因的遗传是非常强大的。 他的儿子路易十四也得了这种国王病, 但路易十四就比较厉害了。 他为了避免尴尬,做了很多假发,款式多样, 并且还请王公大臣参观自己的生活, 把戴假发处理成了贵族的形象标配。 于是王公贵族和市井百姓都开始纷纷效仿, 都认为戴假发是身份和权利的象征, 这样一来戴假发就成了一种时尚。 假发的造型也开始变得奇特夸张, 甚至成了贵重的资产, 以至于形成了偷套假发的产业链。 这股时尚风气一直刮到了18世纪, 随着航海贸易传到了中国。 雍正皇帝可是个特立独行的时尚弄潮儿, 所以便率先戴起了假发, 成为了时装模特。 这便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画风的原因。 我们接着看雍正皇帝的cosplay, 看这副就厉害了, 不是降龙罗汉, 而是降龙老道, 你们还得凑齐七颗龙珠, 而朕只需要一颗就能召唤神龙。 雍正一生痴迷于成仙得道, 所以经常做道士高人的打扮。 看这副, 穿着达满补丁的衣服, 扛着拐杖, 挑着蒲团, 脸上一副超脱世俗的微笑, 以及那稀疏的头发。 这里插个题外话, 都说乌以稀为贵, 但是头发除外, 头发越稀越显得, 嗯, 聪明。 看到这幅画, 知道雍正为啥戴假发了吧? 这幅画中, 雍正的形象明显就是看破红尘, 洞悉天道玄机的山中隐士, 十分神似道教八仙中的铁拐礼, 铁拐礼是八仙中资格最老的, 那皇帝又是人间至尊, 所以就算是扮神仙, 朕也要扮神仙中的老大哥, 你看这幅, 就是描绘雍正和道士论道炼丹的情节了, 而另一幅就已经是他成插成仙的幻想了, 雍正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重奉道教的, 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, 就对炼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 而且有很深的研究, 并且还曾经作诗, 描述炼丹的过程和持下仙丹的感受, 比如这句, 自觉仙胎热, 天福降子轮, 我听这两句诗啊, 总感觉是像吸毒患者的自我感受, 到他当了皇帝以后, 还把道士请进宫里面, 在太和殿和千秦宫里安放道神福板, 在寝宫养心殿设立斗坛, 常年现场做法, 并且在御花园里修建房子给道士们居住, 在圆明园里建了炼丹炉, 整个把皇宫变成了道观, 为了炼丹, 还特意给他几个亲近的总督大臣发出秘址, 让他们推荐术士名医, 以便帮助他炼丹, 他也多次服用仙丹, 可能会有人问了, 那他炼的仙丹到底有没有用啊? 那是当然有用了, 这不就在58岁的时候吃死了吗? 记载的是暴族语圆明园, 至于他是死了还是成仙了, 恐怕就只有秦始皇知道了。 当然关于雍正的死是一个历史谜团, 有说是被他制造的文字域的受害者的后代吕四娘给割头刺杀的, 所以下葬是没有头, 后来打造了一个金头才下葬的, 也有说是被宫女们给活活勒死的, 而他的儿子乾隆皇帝继位后啊, 给宫女和太监们下达了封口令, 严禁讨论雍正的死因, 就更让雍正的死因扑朔迷离, 这就说明啊, 雍正一定是非正常死亡, 不那么光彩, 不过被刺杀和勒死的可能性不大, 根据他生前的喜好, 以及大臣张婷宇的记载, 雍正死的时候是蹊跷流血的症状来看啊, 最大的可能就是吃仙丹被毒死的, 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, 为了长生不老, 雍正皇帝不仅信道教, 还十分崇尚佛教, 只要能升天, 信啥不是信啊? 玉庙烧香, 见佛磕头, 总归是没错的, 所以雍正皇帝还有这样的佛教画像, 穿着一身喇嘛装, 盘腿坐在山洞中, 手捏念珠, 画面左下角还有一条吐着信子的蟒蛇, 正在被雍佛爷降伏感化, 从这幅画中可以看出来, 雍正信的是藏传佛教, 而不是汉化佛教, 除了穿藏传喇嘛装的, 他还有穿着蒙古装的画像, 整个一副蒙古可汗的打扮, 还有像这样弯弓射大雕的摆拍, 只不过他射的不是雕, 而是孔雀, 这不跟射击差不多吗, 孔雀又飞不了多远, 他最多的还是扮演成古代的圣贤高士, 你看这幅, 他可能是在扮演诸葛亮, 而这幅让我想起了苏东坡, 这个是高山流水玉之音, 应该是模仿的余波崖, 而这幅很明显就是模仿的桃源明嘛, 采居东篱下, 悠然见南山, 还有根据柳宗元的诗意摆拍的, 孤舟梭利翁, 独吊寒江雪, 这幅有点江太公钓鱼的意思了, 不过他这个有点调皮了, 还在洗着脚丫子, 意境却差不多, 怨者上钩, 这幅潇洒飘逸的感觉, 让我想起了顾凯之画的洛神父, 不过肯定不是模仿的洛神, 可能是模仿的屈原, 还有这幅, 颇有诗仙李白的身孕, 这幅应该是唐诗金吕衣的诗意画, 有花勘折, 直虚折, 末带无花, 空折之, 还有很多幅从衣帽打扮看来, 就是模仿的唐宋时期的文人, 最逗的是这幅, 穿得跟个冰激凌似的去调戏猴歌, 这是模仿的东方朔偷逃戏猴, 其他的模仿自拍还有很多, 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, 下期我们就来聊聊雍正皇帝为什么这么喜欢cosplay, 敬请关注, 感谢您的观看, 请顺手点赞关注评论转发, 谢谢。